由卓西乡在地青年作家沙利浪、巴奈等与华联县文化局合作 制作出第一期的社区报出版了 主要分享布农族的石板屋、森林智慧、人物介绍 以及卓西乡内的路线等 不仅让在地族人更认识卓西 也让外地游客到访卓西又更进一步的了解 由卓西在地青年作家沙利浪、巴奈等等与华联县文化局合作 制作出第一期的社区报出版了 这一期主要是分享布农族的石板屋、森林智慧 人物介绍以及卓西乡内的路线介绍等等 拉库拉库西石板屋重建 主要还是以我们卓西乡的乡民为主 所以这些资料如果能够送到乡民的手上 他们更能够体认到自己的文化历史 然后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报纸啊 就是直接用苏巴都案 苏巴都案就是石板屋的意思 然后透过石板屋去衍生更多的一些故事 这个社区报另外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吸引部落青年开始关心部落事物 了解部落的历史跟文化 将这些珍贵的部落文化资产 能够由社区报的工作者开始逐步的记录跟累积 以利未来部落文化传统的保存工作 佐西乡的乡民他们对那个电脑可能比较没有常常使用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使用 所以我们想要透过社区报的概念 就是可以广发整个佐西乡 像包含面殿啊 乡公所啊 学校这样子的 让更多人不单单只是从粉丝业去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外 其实可以从社区报 然后亲身手摸到纸本的东西 创刊号相当受欢迎 佐西乡的各级学校 乡公所等机关都想要放置乡内给学生来阅读 不仅让在地的族人更是认识佐西 也让外地的游客来到佐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记者高双双 佐西乡采访报道